接下来我们Focus改编自德国作家 凡兰克薛靖的同名小说 群 群体的群 出版20年之后搬上大荧幕 描述当大海有了智慧 第一个要消灭的目标是人类 为了还原书里面的灾难场景 剧中找来日本男星牧村拓灾 也一位企业家 他帮助科学家组成了探险队 希望能够拯救这一场世纪浩劫 优美的温哥华岛上 发生虎金搁浅事件 专门研究鲸鱼等动物智慧行为的 安娜瓦克发现不对劲 鲸鱼身上有不少伤痕 两人来到墨瑞角港边 渔民听闻鲸鱼搁浅并不惊讶 因为他们一大清早就在海上相遇 但更让安娜瓦克觉得奇怪的是 今年鲸鱼迁徙到温哥华岛的时间 已经延迟太久了 当鲸鱼群出现 观光赏金船立刻出发抢客 安娜瓦克也决定到海面上一探究竟 这时一只巨大的坐头鲸 突然出现在他的船边 坐头鲸的凝视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接着他直接下沉进入海中 朝着赏金船快速移动 安娜瓦克使用海底监听装置 发现附近为数众多的虎金群 正在靠近 赏金船上的游客们兴奋不已 看着坐头鲸越来越近 还以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一个翻身入水掀起巨大浪花 游客们还沉浸在欢乐气氛中 当坐头鲸再度翻身跃出水面 一切都变了掉 船身当场断层两劫 掉入水中的游客 被等在下方的虎金主力攻击 就在这时 在法国新南部城市 圣让德里兹也出现不寻常 这里平时已丰富海产文明 站上知名的餐厅老板兼主厨 看中了新鲜现烙的龙虾 但他不知道的是 海洋生物中已经出现某种病变 准备下锅的龙虾流出大量白色粘液 当厨师想要凑上前去看清楚 却被粘液喷得满脸都是 厨房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 有副主厨处理善后 招待助理把龙虾丢进食物处理器 被面压成碎片 几小时后主厨开始感到身体不适 想到餐厅门口透透气 却倒卧在地上当场暴毙 由于副主厨和助理也接连死亡 当地医院的病毒学家罗舌开始调查 发现是一种海洋胡菌在作祟 由于餐厅将受感染的龙虾 丢进食物处理器污染了水源 加上其他餐厅的海鲜也爆发类似问题 大量民众身体不适冲到医院求助 由畅销科幻小说翻牌而成的影集群 讲述世界各地陆续发生海洋异常现象 深海螃蟹浮出水面涌上陆地 海底千万年累积下来的甲碗水和物 开始崩坏 大陆棚划入海沟 海底深层的震荡 引发欧洲沿海各地出现超大海啸 当海洋不再对人类友善 也不禁让人反思 我们善待海洋吗 人类这时才惊觉 对海洋的认识太少了 想解决眼前这场浩劫 就必须由相关领域的专家 组成跨国合作队伍 深入海底一探究竟 剧中找来日本男星牧村拓灾 饰演企业家间慈善家三船爱抖 在危急时刻尊重科学建议并伸出援手 也成为牧村首部进军国际影坛之作 这群科学精英小组能否成功阻止一场世纪灾难呢 影集群改编自德国作家法兰克薛庆的同名小说 在出版20年后终于被搬上一幕 让不少书迷直呼期待 当大海有了智慧 第一个要消灭的头号敌人却是人类 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天然资源 取用的同时是否也能回馈释出善意 别让环境憎恨人类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